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打成浆糊 均匀的涂抹在我们的头发上 之后停留15到20分钟就可以冲洗掉了 一周一次就能有很好的缓解作用 2.柠檬水 在我们平时洗头的时候 可以先在头发和头皮上均匀的涂抹一些柠檬汁 之后停留20到25分钟 这个时间可能头发会有一些痒 但是是正常的 停留25分钟之后就可以用正常的步骤洗头了 这两个方法呢其实都很简单 大家在平时的时候就可以试一下 很多90后都觉得自己还小 不着急结婚呢也不着急生宝宝 那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法律规定的晚婚晚育年纪到底是多大呢 看完之后怕是要着急了 根据规定男性25周岁 女性满23周岁的初婚啊 就已经算是晚婚了 那当女性朋友24岁以上呢 生第一个宝宝啊 就是晚育了 所以说绝大多数的90后 已经开始步入晚婚晚育的队伍了 所以说大家也不要把自己当成小孩子了 该着急的还是要着急一些 尤其是女性朋友 在30岁之前生宝宝啊 是很必要的 因为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呢 身体的各项机能和恢复能力啊 是会慢慢下降的 如果过晚的生宝宝 不但会对孩子造成压力 而且对于孕妈呀 也有很大的影响 很多的孩子啊 都会在晚上的时候含腿疼 那这种情况呢 一般都发生在3到12岁的孩子身上 因为这个年纪的孩子 骨骼生长的会比较快 肌肉呢 就会跟不上骨骼生长的速度 导致生理痛 大家在平时的时候啊 就可以做两件事情 来缓解孩子的生理痛 让孩子快乐成长 一起来看一下吧 一 局部热腹或者是按摩 家长可以使用热毛巾 对于孩子疼痛的地方呢 进行一下热敷 这样啊能够缓解孩子紧张的情绪 减少疼痛 但是啊动作一定要轻柔 二 食疗 家长在平时的时候 也可以给孩子多吃一些牛奶呀 绿色蔬菜 或者是虾贝壳类的食物 这样呢就可以为孩子补充更多的营养 只要营养充足了 就能够更好的缓解生理痛了 秋天呀就非常的容易上火口臭 那很多人呢就想到了喝菊花茶 但是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菊花茶也是有区别的 白菊花和黄菊花到底哪样 才更适合上火时喝呢 如果你在平时的时候 感觉到眼前模糊 干火上升 头晕目眩的话 那么你可能是虚火 这样啊 你在平时的时候 就可以喝一些白菊花茶 但是如果你感觉到的是 眼睛红肿 且有疼痛感呢 那么你就更适合喝 黄菊花茶啦 因为这两种菊花茶呀 都有清热解毒的作用 所以说是不建议大家一起喝的 因为它们都性凉 如果一起喝下去呀 可能会太过寒凉 对身体不好 所以说当你出现 口干口臭现象的时候 就要对照一下 自己更适合喝哪种茶呢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